蜗牛看西游第18797 文牵着蜗牛散步一听到水莲洞 每个人就会想起孙悟空 都以为是他的老巢 先生就是为他修的 房产证上写的他的名字 他从菩提祖师处学以归来 文之混世魔王搬走了里面的家事 要霸占水莲洞 顿时气得蹊跷省眼 有种作物被强占得了气氛 可是水莲洞真的是为他打造的吗 其实在他刚进洞时 就发现了其他秘密 只是没给众猴讲 在援助第一回有猴提议 谁进了洞不伤身者 击败他为大王 孙悟空当时的石猴马上举手报名 并闭上眼睛移动 进入了瀑布中 可当他睁开眼一看 瀑布后不仅墨睡 还有一座铁板桥 过了桥 发现一个天然的石洞 洞内是什么情景呢 原著用了几句诗来描述里面的场景 我牛给大家一一解图 锅灶棒牙纯火计 尊雷靠暗箭咬炸 有锅有灶 还有灶底灰 说明有人在这里生过火 尊雷指的是酒杯 酒杯旁边还有吃剩的饭菜 石座石床真可爱 石盆石碗更堪夸 这是特制夹丝的 全是石头打磨出来的 自然界肯定长不出这东西 一干两干修竹 三点五点梅花 二无天日的洞里 怎么会长出修竹和梅花来 明显是人工培育的盆景 修竹和梅花 更是修道之人最爱 除了这些外 还树了一个碑 上面有凯书写着 花过山府地 水帘洞洞天 这一行字 相信老天一世系不出来的 肯定是修道之人 也就是水帘洞原洞主的杰索 此外 水帘洞下还有一个暗道 暗道直通东海 而东海藏着太上老君大道的金箍帮 这更说明 水帘洞内藏着玄机 那么这水帘洞的原主人是谁呢 我们可以用排除法 不可能是太上老君和如蓝 毕竟是一代宗师 哪有时间天天守在这里 更不可能是观音和普及 他们也不可能在这里培育石猴 那么只有一个人最适合 而且他对花过山的路最熟 他是谁 太白金星 他的目的就是居住在水帘洞内 看着孙悟空成长 当孙悟空要冲进瀑布那一瞬间 赶紧离去 前往摸牛看西游公号 可看到第十一期相关文章 老机关沙僧的城府 是如何升起来的